我的孩子死了三年 我已为自己放下了 直到我意外看见一张照片 他一步遮身 浑身不满伤痕 脚上拴着一条铁链 我才知道 我的孩子还活着 这几天 我总是收到一个陌生号码的频频来电 第一次接到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推销电话 谁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尖锐的女生 像是被人用手指掐着脖子发出的声音似的 那人准确无误地叫出了我的名字 我生平无数次被人喊出名字 但不知为何 当时我的心脏随之猛的一跳 从几倍生腾起一丝凉气 寒毛竖了起来 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的不祥预感 我没有回答他 追问那人的身份 问他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 可对方却只是冷笑 对自己的身份只字不提 一个劲地问我是不是路易靖本人 我觉得甚得慌 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 直接挂断了这通电话 顺便拉黑第二天的同一时间 银声又如约而至 催命一般地想着 路易靖 是你吧 他又来了 我低头一看 对方换了个号码 这声音夹带着刺骨的寒意 但经过一天的缓冲 我已经已经好多了 反而这女人没完没了地骚扰 让我有一股怒气直冲心头 忽略心底那么不安 我懒得再问她是谁 就准备挂断电话时 却听到话筒那边的人突然说道 路易靖 你有个儿子吧 生儿不养 你还配做母亲吗 三番两次被骚扰 还被莫名其妙地骂了一通 我的火气实在压抑不住回骂道 神经病啊你 关你屁事 电话那头的人歇斯底里 每个字音里都渗出了深切的痛恨 你每天吃饱穿暖 过得好不快活 知道你儿子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吗 从没见过你这样没心没肺的女人 对于她的诬陷 我跟哑巴吃辣椒一样 憋了一肚子的火 我没有儿 但我的话只说一半 就被那人从中截断 我把东西放在你公司前台了 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我看你还怎么装 说完 那边直接挂断了电话 那些刺耳的骂声似乎还萦绕在我的耳畔 我的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乱跳 平白无故被扣上这么一顶帽子 那人还声称把证据放在前台了 不管怎样 我都得去看看 前台果然有我的快递 我的眉头秃秃的跳着 用剪刀轻轻划开包装 小心翼翼的将盒子拆开 里面是一摞照片和一个一盘 照片全是一个男孩的 一个小男孩一步避体 暴露在外的皮肤遍布着新伤旧疤 还粘连着泥土 狼狈又无助地站在院儿里 细细的手腕上竟然还套着一条铁链 像拴了条看门狗一样 新生出的胎发乱糟糟的 脏发之下的那张小脸 我震惊地捂住了嘴 手指抚上照片里孩子的眉眼 细细端向着 这男孩的面容竟然与我有八分的相似 我确实有一个孩子 或者说曾经有机会做一个母亲 三年前 我分娩的时候难产 孩子出生变夭折了 为此我还患上了产后忧郁症 要不是老公在一旁吸星照料 也不会那么快走出阴霾 照片里的孩子 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这时 银声大作 我的心脏也随之剧烈泪动起来 甚至没有看一眼来电显示 我就知道是那个人 颤抖着手接通电话 我急忙追问道 这孩子是谁 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 电话那边吃笑一声 并不直面回答我的问题 那声音直击心底 听得我六神无主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你看了V盘就知道了 文言 我拿起那个被我遗忘的V盘 手忙脚乱地打开电脑 好几次才插准 踢盘里只有一个视频 我忐忑地点开 这是一段监控录像 画面里是一个男人搀扶着一个女人 女人走路歪歪扭扭的 似乎是喝醉了 但是那个女人穿的衣服怎么这么眼熟 再凑近一看 这个女人赫然就是我了 那个大幅翩翩的男人搂着我的腰 穿过这条看起来像是酒店的长浪后 录像便戛然而止 我心里坠坠不安 同时又百般困惑 我什么时候和别的男人去过酒店 为什么我毫无印象 我的眼光扫到了画面的右上角 是一串时间信息 我在心里默算着 这个时间是三年前 这些零散的信息拼凑在一起 看似杂乱无章 却又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联系 我的脑袋要爆炸了 心里像被笼上一层朦胧的白纱一样 思绪在漫无目的地乱撞 惊慌不定地拿起电话 我失控地朝话头吼道 你到底要干什么 那个陌生女人依旧保持神秘 什么话也不多说 只留下一串时间和地址 你一个人来 我当面告诉你 不忍出传来浑厚悠长的钟声 一下一下地 似乎砸在我的心上 这场雨来得匆匆 也去得匆匆 窗外雾气弥漫 露面可见度不高 似乎将世界都笼罩住了一样 看着就给人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 下班后 我打车去了约定好的咖啡厅 丁刚坐上车 手机就响了 还以为是那个陌生女人打来的 心里一紧 连忙接起来 老婆 我升职了 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原来是老公胡俊燕的电话 手中紧钻的力道松开 岂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牵起嘴角苦笑了一声 太好了 胡俊燕并没有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 物资高兴道 但是得出差一个月 回来就直接上任了 自从三年前孩子没了 胡俊燕一头扎进的视野中 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不是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 去吧 我等你回来 我现在哪有心思分享他的喜悦 草草祝贺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车内放着节奏鲜明的摇滚热歌 司机一边把着方向盘 一边打着节拍 望着窗外急速掠过的风景 电影镜头一样唯美 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没过多久 便抵达了目的地 我抬手看了一眼手表 还有二十分钟 盯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 这回留了个心眼瞅了瞅来便显示 果然是那个陌生女人 我站在咖啡店外 一边透过玻璃望着里面 一边接通了电话 进来 我在左手边最后一个靠窗的桌子 寻着她的提示 一路寻到了她所说的地方 一个陌生女人的面孔映入眼帘 这个女人约莫四五十岁的样子 身形消瘦 一头枯燥的棕发看起来很稀少 摘下口罩后 才发现这个女人有多憔悴 她两颊凹陷 眼球也深深陷进了眼眶之中 显得群骨格外的高 脸色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苍白 你好 露一静 女人伸出她瘦骨临寻的手 手指绷的笔直 向我释放出善意 我心里安安纳闷 怎么一见面 这女人的态度就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了 压制住心下的不解 还是和她握了握手 好兵 她的手就像刚从冰窖里拿出来的一样 打按着眼前这个奇怪的女人 我试探地问道 你是 女人摇了摇头 显然不想让她再去追究自己的身份 用那根骨节分明的手指轻敲桌面 转移话题 你老公又要被提拔了吧 我的心末地究竟 周梅问道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而且这几年来 你老公的事业一帆风顺 几乎没有波折 女人停下了手指的动作 握成拳 你难道不奇怪吗 可是这要和孩子有什么关系 周遭的空气都要凝制了一般 懒得跟她兜圈子 我开口打破这种诡异的氛围 你到底要说什么 在陌生女人的叙述中 我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胡俊彦在公司勤勤恳恳干了两年 还是一个小职员 眼看身边的人纷纷升职加薪 他很不甘心 在一次公司的年会上 他同以往一样带着我出席 席间给他的顶头上司敬酒的时候 那个男人一直夸我漂亮 眼神也有意无意间的乱嫖 男人最懂男人 我当时并没有多想 更没注意到身旁两个男人在暗暗打着什么算盘 胡俊彦看到了升职的希望 私下礼和上司达成一致 用我的身体换他前程似锦 他亲自灌醉我 送到领导的床上 监控录像中的男人 就是胡俊彦那个五十多岁的领导 张明 一夜之后他又把我接了回来 天衣无缝的计划 我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事后胡俊彦便踏上了他事业的升迁之徒 可是超出预料的是 我怀孕了 从日期推算的结果来看 孩子很有可能是张明的 胡俊彦哪乐意给别人养儿子 便一直怂恿我打掉孩子 等事业稳定后再要也不迟 可是初为人母的喜悦让我执意要生下这个孩子 胡俊彦见我心意已决 担心再却说恐怕会露出马脚 便陪我演了十个月的好丈夫 最后通过关系买通了医院的人 在我生产之后谎称孩子因为难产已经夭折了 让我彻底死了心 而真正的孩子被他直接送走了 胡俊彦因为心虚 在我患上产后抑郁症的那段时间忙前忙后 殷勤地用这种方式补偿我 在他的照料下 我逐渐走出了失去孩子的痛苦 他也得偿所愿 既把别人的孩子秘密解决掉 又挽住了毫不知情的我 这件事里唯一的受害者 只有那个生来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女人启唇告诉了我这个残酷的事实 照片里的男孩就是你的儿子 我只觉得全身的血液倒流 铺天盖地的怒意和痛苦席卷了我的无感 辽元烈火一般吞噬了我的理智 胡俊彦 往我们夫妻一场 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前途这么对我 还有那个无辜的孩子 不管他是谁的孩子 都是我怀胎十月辛苦分娩出来的小生命 我竟然被他哄得团团转 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双手捂着脑袋 全身都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心脏似乎被一把刀来回搅动着 痘大的泪珠从眼眶里涌出 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我想说些什么 可是一张口却嘶哑到失声 但各自也说不出来 只能任凭断了陷了眼泪往下流 近视了衣领 女人垂下眼眸 解释道 之前在电话里对你口不择言 只是为了确认你是不是一个麻木的母亲 我无声地流着泪 痛苦将心脏麻痹 模模糊糊地听到了她的解释 周遭已经逐渐有人察觉到这这的异常 探寻的目光时不时扫来 我如此痛苦的模样似乎勾起了她的回忆 女人的目光幽深莫测 过了良久 她的眼里似乎喷发出了怒火 一字一句道 我可以帮你报仇 让那些狗男人都下地狱 真切地感受到了女人的愤怒 我抹了抹眼泪 肯定地点点头 可是 她为什么无缘无故告诉我这些 还要帮我报仇 难道她也是这件事被牵连的受害者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简单 给我你的头发 我找机构做鉴定 我坚定地望向她 在这之前 我要见到我的孩子 我一刻也等不及了 还有 我要知道你的身份 女人的眼神默得一领 收回了外露的情绪 态度又变回了之前电话里的冷漠戒备 孩子我已经接走了 事成之后我自然会还给你 别的你也不需要知道 时机到了 自然会告诉你 见女人的态度坚决 我心里不由的有些失落 罢了 谁都有不想让被人知道的秘密 只要能帮我复仇就行 女人抿起苍白的唇 勾起一抹极为冰冷的笑 你只要记得 我们是同类 纸醉金迷的夜店里 喧嚣的重金属音乐阵击着人们的耳膜 热情都快将屋顶掀翻掉 我穿着性感的包屯裙 穿梭在人流之中 不是路过男人放肆的目光 静止奔向二楼 根据女人提供的情报 张明每周五晚上都一个人前去光临这家夜店 为了好办事 总会选在二楼最里面的包间 而我今晚的目的 就是制造偶遇 接近张明 我在心里暗暗择收五十岁的老男人也爱来这种场合 也不怕闪了腰 同时也惊叹到陌生女人的神通广大 竟然能把张明的喜好摸得如此清楚 我在反光镜中看了看自己的妆容 两颊浮现红月 正是一副微醺勾人的模样 满意的点点头 随后便如计划好的一样 推开那扇虚掩着的门 包间里面的景象尽收眼底 果然只有张明一个人 不对 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娇俏的女人 两人显然都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闯入而愣了愣 小女人娇称道 谁啊 怎么乱闯 张明上下打量了我好几眼 眼神顿时放光 不着痕迹地推开怀中的小女人 指着我回忆道 你是 胡俊彦的老婆 我捂住唇 做出一副无辜状 言语中尽贤女人的妩媚 不好意思走错了 哎 您认得我 张明被勾的口水都要流下来 连忙自报家门 我是胡俊彦的上司 咱们在年会上见过的 说着 张明对小女人摆摆手 事意让她先走 女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便听话地摔门而去 这么晚了 怎么在这儿啊 张明本就对我垂涎欲滴 看到我故意收复提臀坐在身旁 她的眼睛都要粘在我身上了 忍住心中隐隐作呕的感觉 我摆出一副气氛的模样 自来熟地坐在了她身边 还不是因为胡俊彦 连个包包都不肯给我买 亏得我当年牺牲那么大 才有她的今天 我嘟囔着 一边观察着张明的脸色 不知道感恩 还这么对我 真是瞎了眼了 张明面色一僵 正愣道 你 都知道了 我嘟了嘟嘴 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 抱怨道 是啊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跟着那个抠嗖鬼 还不如跟您这样大气的好哥哥呢 说完 我眨着那双默默寒情的谋望向身边的张明 张明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沙石洗行余色 手也不老实地伸了过来 她仿佛同仇敌开道 对 那种人贪得无厌 还一直拿着手威胁我来着 见我并不反感 张明大手一挥 一把将我揽入怀中 跟着我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明天就带你买包包 看着那张肥肉横生的面孔 一股恶心做偶涌上心头 不过为了报仇 我还是违心地点了点头 搜到了她的怀里 深夜的医院里 即使戴着口罩也能闻到那股难闻的消毒水位 胡俊燕躺在简衣担架上 因为一身酒气和臭气熏天 被护士请到了走廊尽头 头上包着一块纱布 身上也轻轻紫紫的 很是狼狈 下手的人很懂分寸 都是些皮外伤 没有特别严重的伤 说明那人也只是想教训她一顿罢了 私疼 我伸手碰了碰她的额头 她直痛地嗷嗷叫 一把打掉了我的手 我眼神一下冰冷了几分 环抱着手臂问道 怎么搞的 胡俊燕碎碎地骂着 别提了 这两天真是撞邪了 她催了一口 向我诉说着这些天的遭遇 本来说好的项目临时被别人顶替了 原来谈妥的客户也被抢走了 一时间风声鹤唳 大家在私底下都议论着 她升职的事情估计没戏了 她开始慌了 工作上频频失误 为了征业绩就去抢同事的业务 结果落入了人家的圈套 被整得很惨 还被耗使之人传遍了圈子 给公司的声誉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 她担心自己的工作不保 给张明打了一通电话 结果人家直接给她拉黑了 一夜之间 她的辉煌不在 所有人对她敬而远之 她憋了满肚子火气 却又无处可现 便找了一家酒吧借酒消愁 在回家的路上又被人蒙住头拖进小巷子里狠狠揍了一顿 最后像人垃圾一样把人扔在了垃圾箱里 要不有个环卫工人发现了她 她现在估计还躺在垃圾堆里 胡俊彦咬牙切齿的诅咒道 恨不得拿出毕生所学的词语来骂她 绝对是张明干的 那个老东西 迟早有一天我把她皮给包了 见她气急败坏的面孔 我寻寻善又道 既然张明指望不上 可以找她老婆说说情 走夫人路线 我去吹吹枕边风 搞定了张明 接下来就轮到她老婆了 准确来说 是那位比她小了二十多岁的二婚小娇妻 许丽 许丽和我年纪差不多 要想打好关系还不简单 在陌生女人提供的信息上来看 许丽没什么别的爱好 就是对她那张脸爱惜的不行 在脸上砸的钱可不少 每周就要去两次美容院 借着她有这个爱好 我也在那家美容院办了卡 时不时去一趟 至早遇 在同一个美容师的介绍下 我们俩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 偶尔约着一起做做美容 因为年纪相仿 再加上我刻以为之 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一来二去的 许丽就渐渐跟我熟络起来了 这下万事俱备 真正的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 这天阴沉的可怕 乌云遮住了日光 世界看起来雾蒙蒙的 一副风雨欲来的模样 我坐上计程车 抵达了和许丽约好的五星级酒店 这家酒店做得日了一绝 早就想带你尝尝了 我大方落座 寒暄道 许丽娇笑着问道 你老公呢 怎么不带她来尝尝 就咱们两个已婚妇女缺了点意思啊 我摇摇头 敏起一抹无奈的笑 抱怨着 她忙都忙死了 早出晚归的 料理已经上来了 她随口问了一句 你老公在哪高就啊 我夹起一块三文鱼 说出了胡俊彦公司的名字 许丽眼睛一亮 忙放下筷子 惊喜到 我老公也是这家公司的 我也吃惊的抬眼 瞪人了眼睛 那咱俩可真有缘分啊 说完 我开了一瓶红酒 给两个高脚杯里真满 递了一杯过去 贴 简单陪她喝了几杯后 我就借口去了一趟洗手间 接下来的计划中 许丽不能醒着了 我将事先准备好的药粉 藏在指甲缝中 安排妥当后 我掏出手机 给胡俊彦打了个电话 放柔着声音问道 老公 什么时候到啊 电话那头传来 她蠢蠢欲动的声音 十分钟 等我啊 刚一挂断 身后就传来一个熟悉 又尖锐的声音 这是一身保洁打扮的陌生女人 她不知从哪搞来了 一辆送饭的小餐车 凑近小声对我说 走廊的监控不好破坏 等会我拿这个餐车 把那个女人送进房间里 女人拍了拍她推着的小餐车 那时候你就去联系张明 她过来需要二十分钟 时间刚刚好 女人将一张房卡塞进我的上衣兜里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接下来一切暗计划行事 对上她那双身陷进去的眼睛 我暗暗惊叹女人的心思缜密 会心的点点头 我们的计划 是复刻当年她对我做过的事 只是这次的主人公颠倒一下 被凌辱的女人是张明的老婆 我们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把许丽和胡俊颜 放在同一间屋子里 然后放张明进去抓奸在床 让他们之间狗咬狗 而趁着快到结婚四周年的日子了 我恰着点给胡俊颜发消息 说今晚上晚点不一样的 我在这家酒店等着她 而已经吓好了 就等于往近增了 去了这么久 以防许丽起疑心 我掏出口红麻利的补了个妆 看着镜子里红唇妖野的自己 想到接下来即将上演的一出好戏 血液里涌动着一股不知名的畅快 真是令人期待呢 真喝不了了 一静 许丽被灌了好几杯 两颊微红 白板手表示自己再喝不下去了 我民起唇 怂恿到 再喝最后一杯 就当庆祝咱们这么有缘分 好吧 随即物自举起杯 趁着她目光飘忽的时候 在碰杯的一刹那 将用手指甲缝里的粉末搓进了她的杯中 见我热情之志 许丽也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只能硬着头皮淡碗了那半杯红酒 粉末的药效上来很快 不出几分钟 许丽的眼神就迷离起来 最后晕晕呼呼的趴倒在了桌子上 我试探的摇了摇她的肩膀 确定不省人事之后 迪女人发了条消息 搞定了 同时 迪张明拨了一通电话 我掐着嗓子 江声线压的低沉诱惑 张总 忙不忙啊 话筒里传来过躁的音乐声 看来又在哪逍遥快活去了 怎么了 宝贝 张明贤说的口哗哗 我几乎能想象到他那张脸上 此刻浮现出那种恶心的表情 要不要来晚点刺激的啊 说着 又添了一句 只有我们两个哦 张明立刻激动得热血沸腾 连连答应 好啊 宝贝 等我 挂断电话 还有二十分钟 翻了翻聊天记录 和胡俊彦的上一通电话 是在七分钟之前 现在应该快到了 不能耽搁时间了 得赶快去房间里准备准备 我拿起包 乘电梯上了十五楼 酒店的人并不多 一路畅通无阻地找到一千五百零六号房 我从上一兜里掏出那张房卡 谨慎地向四周巡视了一遍后 才进了门 屋子里干净整洁 茶几上体贴地放了一盘水果 配了把水果刀搁在盘子里 计划中那瓶为了贯倒胡俊彦的高浓度福特家放在一旁 两个厚底的子弹杯中已然倒满了酒 只不过其中一杯是真正的高浓度福特家 另一杯掺了水 我凑近闻了闻 在靠近里侧的杯壁上印上一个浅浅的口红印 接着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眼罩 放在床头上 准备妥当之后 清脆的铃声回荡在这间屋子里 钻入我的耳中 他来了 老婆 今晚怎么这么有情调 一开门 胡俊彦就搂住了我的腰 做事要吻上来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伸出手掌底在他的唇边 带着他坐到沙发上 指了指那平福特家 马上就到咱们结婚四周年的日子了 但一杯 头顶上方暖黄色的灯光陷了下来 照在我身上像是被剁了一层光圈 平添了几分暧昧 我垂眸拿起那个沾有口红印的杯子 率先举起 柔情似水地望着他 气氛都轰多到这儿了 胡俊彦也豪爽地举杯 叮了一声 杯壁碰了碰 在朦胧的光下 眼看着胡俊彦皱眉干了一满杯后 我满意地勾勾唇 贴心地再针了一杯 连着给他灌下去五六杯后 那瓶酒也见底了 喝得胡俊彦脸通红 醉眼朦胧 瞳孔逐渐失去焦距后 我才停下手 拢了拢长发 取来那个眼罩 不由分说地给他戴上去 好了 我去洗个澡 在床上乖乖等我 不许摘眼张窝 喝醉了的男人没有反抗 傻笑着把自己摔在了柔软的床上 一手抱着枕头 男男道 好 见他毫无防备 我去浴室里拧开龙头 给浴缸里放水 特意把玻璃门大敞开 让哗哗的水流声传进他的耳朵里 确保他晕得神志不清之后 我掏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过去了十五分钟 张明快到了 我忙捏手捏脚打开门 敲了敲对门的房间 门应声而开 正好蓄谋已久的陌生女人 我向她点点头 随后将餐车转移到刚才的房间里 一人抱着许丽的腿 一人架着她的歌之窝 轻轻地放在胡俊燕旁边 女人一手撑在墙上低喘着气 双腿隐隐有些发颤 我发觉了她的不对劲 搀扶了一把 怎么了 女人某种闪过一丝不明的神色 咬着牙咬了摇头 此时的胡俊燕感受到了身侧一沉 迷迷糊糊地问 老婆 你洗完了 女人反应很快 去洗手间关掉了水 我随后接了一句 好了 今天晚上都不许摘掉眼罩窝 得了令 胡俊燕翻身而起 压在身侧女人的身上 满口答应道 没问题 看胡俊燕开始落下亲吻 我和女人对视一眼 轻手轻脚地从房间里退出来 将房门虚掩上 流出一条缝 这时 张明的电话如期而至 宝贝 我来了 你在哪儿呢 我和女人回到对门的1503 言启淳娇娇地笑了一声 我在1506 张明猴急地摩拳擦掌 恨不得现在就飞上 变化多得一声挂断后 我关上房门 透过猫眼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眼看着大仇就要得报 我心里涌出一股源源不断的激动 回头望了一眼女人 却发觉她整个人泄了利益般的陷进沙发里 眼神变换不定 看不出高兴 却隐隐透露出忧伤 对于这个神秘的女人 我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选择失去的闭了嘴 目光刚要收回 就听见一声吼叫从门外传来 沉雷一样滚动 我连忙透过猫眼向外看 果然 对面的房门大敞着 眉头突突地跳着 我反手拧开房门 更为清晰地骂声被风家带着传过来 胡俊燕 算盘打到我老婆身上了啊 你好大的胆子 我偷偷摸摸地窜了过去 后背抵着墙 将手机的摄像头露出来 对准房内 摁下录像剑 房内一片狼藉 张明赤红着把胡俊燕的眼罩狠狠扯下 把他从床上拖了下来 拳头随即雨点般地砸在他身上 只打得胡俊燕从冥蒙中清醒了 下意识就反击回去 一脚踹在这人身上 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丝毫撼动不了 你发什么疯 这是我老婆 张明勃然变色 气血上涌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使出实诚的力道 甩了一个巴掌打在他脸上 懦不可恶的吼道 你好好看看 床上的侍水老婆 这一掌打得胡俊燕嘴角出血 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 他被打懵了 瞪圆了眼睛指着床上的女人 喊道 路一静 你起来 此时的许丽还深陷在安眠要强劲的功效中 一声半解 丝毫听不见他的怒吼 在看清女人面容的一刻 胡俊燕顿时惊诧的两眼发直 脑袋站为一眼轰鸣着 嘴巴张的老大 他瘫倒在地上 苍白地解释道 不可能 明明是路一静的 张明不给他再狡辩的机会 又是一记猛踹 这一下精准地踢在了胡俊燕的身下 我让你断子绝孙 胡俊燕痛得满地打滚 嗷儿乱叫 也撕破脸皮 恶狠狠地回嘴骂道 老东西 还不是你心碎的我老婆 不等他回击 胡俊燕扯出一个惨淡嘲讽的笑 天油加醋道 你还给路一静肚子搞大了 忘了告诉你了 路一静把孩子生了下来 文言 张明不得像半截木头般愣愣地戳在那儿 震惊地后撤一步 那张肥肉横生的脸庞先是通红 然后变得发青 随即提起他的脖领子 咬着牙追问 孩子在哪儿 胡俊燕的嘴角流着血 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窒息的痛苦 大根大根的青筋从他的脖子 手臂上凸现出来 仇恨在血液中沸腾 牵扯着生疼的嘴角吐出一句话 哈哈 你猜 现在已经成骨头了吧 我的指甲身陷进掌心里 弹去旧伤的心脏上又被当怀了一道似的 涌出了骨骨的鲜血 张明目自欲裂 咬牙切齿 大胖脸竟然也能倾机乱颤 木木圆征 张明的胸口开始剧烈起伏 双手颤抖起来 乏力地松开了胡俊燕的衣领 伴随着大口大口的喘息声 双腿一软 猛不防摔在茶几旁 同时 双手不安分地往茶几上伸去 似乎想要拿什么东西 胡俊燕一愣 冷眼看着他像死鱼一样在地上蠕动 他要干什么 目光一到茶几上 张明手指的方向赫然放了一把尖锐的水果刀 他的心猛的一沉 面上浮现出恐惧来 死死盯着张明的动作 张明似乎想要说什么 却因为急促的呼吸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瞪着那双眼看向他 嘴巴张得圆大 用口形在表达什么 他的手已经够到刀柄了 可是因为颤动而一直抓不到食物 只能悬在上方挣扎地乱抓 我看到胡俊燕淹了淹口水 狼狈地冲坐起来 烈烈窃窃地走过去 将刀子从他手下一把夺过 张明那张脸转了过来 脸上的肌肉抽搐着 五官似乎都移了位 因为惊恐而莫的睁大的眼珠死死锁在他身上 他怒吼一声 刀口朝下 狠狠刺在张明扭动的手臂上 随即一到他的后背 我没预料的胡俊燕能杀人 看得我愣了愣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圣人的笑声 那笑声似乎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 畅怀中透出了几分悲凉 女人的面孔因为恨意而扭曲了 痛骂道 张明 你活该 屋内的胡俊燕被这一动静吸引去了 看到站在门口的陌生女人 眼前一黑 颤抖着把刀子扔在一旁 惊恐的后退 张明死了 死在了胡俊燕的刀下 后知后觉的胡俊燕万分惶恐 寒毛顿束 随后撒腿就往外跑 他要逃 女人突然抬脚赶上 跑步的姿势看起来僵硬又怪异 计划里没有这一步啊 早在十分钟前 我就报了警 接下来就等着警察赶到了 可女人怎么不按计划出牌 我察觉到不对劲 盲喊道 喂 你做什么去 警察就要来了 女人扬起声音 最后释然的说了一句 谢谢你 警笛声游远极近摇摇传来 划破了深夜的寂静 我的心不安的跳着 从窗户望去 紧接着 是一道汽车轮胎摩擦 她在地面上刺耳的声音 我看到 女人单薄的身体 毅然的挡在了一辆汽车前面 尽管那辆汽车的速度飞快 在强力的撞击下 女人的身体疯着一般飞了出去 砸在柏油路上 晕了一地的鲜血 红得像绽放的音速 而那辆车的主人 正是胡俊燕 由于女人的牵制 胡俊燕当场被警察逮捕 而陌生女人也当场死亡 事情尘埃落定 我大愁得报的畅快 因为陌生女人的死 被涌上心头的悲凉冲淡了几分 我一直在思索 她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冲出去 还有她的真实身份和动机 半个月后 我收到的一封信解开了所有的谜底 她其实是张明的第一任妻子罗敏 结婚后张明暴露风流本性 时不时在外面偷星 因为有了儿子 她忍了 可是后来愈演愈烈 人家都不回了 罗敏这时就动了离婚的念头 这样名存实亡的婚姻不要也罢 是看在儿子还小 便没有将离婚提上日程 偶尔间 但是许丽三天两头去她家闹 她彻底对张明失望了 决定提出了离婚 张明爽快地答应了离婚 却被地理转移了夫妻共同财产 导致她几乎是净身出户 可是命运就是如此残酷 许离婚后一直未能怀孕 担心她儿子抢夺家产 竟然对她儿子下了毒手 相依为命的儿子被害死 已经心存死至的罗敏布了一个局 拉拢我一起复仇 最后在胡俊彦逃逸的时候 毅然复死 之前她其实想过告诉我一切的 可是怕我接到儿子后不愿意和她一起冒险 便一直隐瞒下去 这封信的最后 罗敏留下了我儿子的地址 我和尚信 罗敏之前的种种异常都得到了解释 心脏被她深深触动了 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无情的男人 害人不浅 经过几番协商 我要回了儿子 给她重新取了个名字 叫光明 在医院做了亲子鉴定 证明她就是胡俊彦的亲生儿子 心里不禁替儿子难过 我决定带着她换一个城市生活 这里带给我们的 是无尽的悲痛 临走之前 我去了一趟监狱 将真相河盘拖出 仰眼看着胡俊彦流下悔恨的泪水 我没有丝毫留恋地离开 希望儿子永远都不知道有她这个父亲 有些电视違法